昨晚蔡先生跟我說 很多人喜歡聽娛樂的 他說旁邊節目做娛樂的YouTube很多人是Hit 我問為什麼這麼多八卦人 怎麼好看娛樂的 神經病 我整天心 你喜歡聽 我告訴你 我昨天說 如果我爆發的那些很恐怖 是不是應該有很多Hit 我說我怕我走出去就被人砍 不是說笑 但是如果說好東西就不怕 很多人真的要說 如果真的要很老實說 只是說好東西的人沒什麼興趣聽 來不來好東西 隔一些真的沒那麼好的 但譬如有些人 因為某些原因很不喜歡的某些藝人 譬如我親自接觸的陳百祥 聰明 有很多人很不喜歡聰明 如果你看網上的評論 你旁邊的人也是 你很不喜歡的 是不是 當然 但是我個人 根據我個人的接觸 我個人的接觸是比較雷紋的接觸 就是跟他吃飯跑馬的時候 其實他人很好 還有他有一樣東西 大家經常說他玩一下 他對秀姑是非常好的 應該是的 他對秀姑真的非常好的 這個是的 如果以一個男人來算 但是每個人都有幾面 我個人接觸都相對 客社會也有愛國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每個人都接觸 看看你從哪個角度看 看什麼角度看 譬如志偉哥 志偉哥多人喜歡 志偉哥也是沒得頂的 如果對後輩來說幫忙是沒得頂的 緋姐 我最感動 我只是想哭 我還記得我剛年 做一些最白癡的事情 就是去歡樂滿東華唱歌 我這一輩子都記得 其實我很不喜歡的 然後就坐在一個化妝室 在TVB 坐在一個化妝間那裡等 我忘記了TVB 冷氣又凍 很凍的 那我坐在那裡 緋姐已經要走很多場 因為她是做司儀的 她基本上很忙 她是多麼突然轉 她看了我兩次 第三次走過來 你吃點東西吧 你這樣會餓的 不舒服的 然後我就說 那我不夠膽 他們就在化妝間裡面 有一間房間開了一個爐子 我去打火鍋 對呀 緋姐 志偉哥 姐 那些全部都在打火鍋 那些當然是 那些是一線的 那你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 第四次走出來 緋姐自己錄了一碗東西給我吃 她不知我是誰 她不知我認識老鼠 但她真的 特地錄了一碗東西 有幾粒丸 有住菜 大哥 都算是這樣的 都算是這樣的 對呀 你哪位呀 說真的 你不見她錄給別人 可能她有錄給別人 但她看見你 愚蠢蠢坐在那裡 可能她覺得你的死人樣 是陰公的 道友 然後她就給我一碗東西 這些東西 正所謂是記一世的 而且她沒有必要做的 對她沒有必要做的 但就是因為一個 可能對她來說簡單的動作 但對你來說 你就記一世 大家都聽過這些故事 雖然你當娛樂鳥 其實反過來自己都可以做這些 但你講好的 未必有很多人聽 說不好 好都可以說的 好是不可以說不好 因為我們接觸的又接觸到好 又接觸到不好 好的人有 但很壞的人都有 很壞的人很難說 每個圈都有 但我沒有理由 我又覺得 我們做傳媒的 不如宣揚一些好的 好過宣揚一些不好 誰壞的誰賤 每個人都不好一面 關你什麼事 你自己好嗎 很多面都有 聖經故事是不是 誰沒有罪的 拿著石頭扔妓女 誰敢扔 Madelein 對 就是那個 所以說好的 正能量開心點 是 是 女主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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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